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上是对武行 好 口语不用看预测 你的爱好怎么样去搞定80%的part2题目 然后给你两个题目的示范 你们口语为什么总看预测呢 同学们 好 我们为什么讲这个 就是因为你们的口语题 rational是这样 background是这样的 先聊聊 就是你们的口语 你们经常会问我说 老师这个part2怎么写 老师那个part2怎么写 你们知道吗 只要你们掌握了这个技能 你们再也不需要去问我 老师这个part2怎么写 那个part2怎么写 因为你需要真正 你们口语一直都进入了一个误区 你们知道吗 好 比如说口语现在有50个题 或者100个题 你们就会觉得说 我只要搞定这50个题 或者100个题的答案就可以了 不是的 好 真正你需要去关注 就是怎么样可以用你自己 最熟悉的语言 去讲出来这50个题的答案 那我们更具体来讲 是不是就是真正你需要去做的 就是用你自己的爱好 因为只有你在聊你自己爱好的时候 be yourself的时候 你才可以更creative 对吧 好 怎么样可以用你的爱好 去套着50个题的part2 好 那你的爱好不就是 就也就是一个吗 所以你就是很简单 你选一个你自己 特别特别passionate的东西 然后这样子的话 你自己去积累和你的passion相关的词汇 比如说我自己是meditation 对吧 好 我不需要积累了 因为我平时看了书啊 看的东西全部都是这个的 但是你们可能需要积累 比如说因为你们可能是 对这个了解不是很深入 所以这就之前我跟你们说 那个跟我们就是VIP写作的学生说 我说为什么我推荐你们用CAP的原因呢 就是你不是用它去考你的雅思part2 你拿它去扩充你的词汇 对 因为它上面有各种各样兴趣爱好的老师 你很容易可以找到一个跟你兴趣爱好一模一样的 懂吗 你是去找跟你爱好一样的老师 你不是去找一个会教雅思的老师 懂了吧 因为我是会教雅思的 你不需要他们去教你雅思了 懂吗 对 你需要 真正需要就是 他们跟你特别有意思的去聊天 你把他们当成朋友一样去 他们为什么喜欢 你可以 你就是雅思考官了 你可以问他说 Why do you like watching 如果你自己喜欢 watching movie 那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朋友和朋友之间的谈话 Why do you like watching movies 对吗 然后他可能就会说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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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are your favorite movies 然后你就会share你自己最喜欢 这样你就会觉得特别 特别感同身受 懂吗 然后这个时候你积累了这一些词汇 小框框里面 你也就积累50个词汇 足够你blah blah 不断的去说你自己的兴趣爱好了 然后紧接着你需要去做的就是这个 学会怎么样用你的爱好和我们上节课讲解的 万能逻辑套路去搞定所有的part two题 并不是所有的题都可以用你的爱好去搞定的 但是我试了一下可以串80%的题 所以慌张什么的 对不对 我把你这个我教会你这个技能五分钟的时间 十分钟时间教会你这个技能 然后你就找外教去聊天不就得了吗 对不对 我不可能每一次除了预测题的同学们 都给你写50个预测题的答案 而且这件事非常 我不骂人啊 而且这件事我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孩子 而且这件事特别傻你们知道吗 就是而且我不需要 我不希望把你们变成特别傻的学生 我知道你们都特聪慧的 咱们口语就花一个月的时间搞定一个八分 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儿 对不对 有可能像我一样 我两周的时间就考到一个八分 对吗 你可能两三周时间扣语这个东西 就是两三周时间就搞定了 好 下面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用你这个爱好 懂了吗 你们这个mindset要正确 这个为什么口语不用看预测题已经讲了 然后接下来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好 比如说 我有一个学生是喜欢瑜伽的 瑜伽你们知道吗 那个特别特别慢 那个瑜伽 懂吗 好 下面我们用他的爱好去套这三个题 用我们上次讲那个万能逻辑 学了吗 学了 你们忘了吧 好 万能逻辑套路就是 这件事情发生之前 发生了什么东西 之后发生了什么东西 it was 或者是it is that 好 正是因为这个 让我怎么怎么样了 这是一个强调句 然后这个时候 如果聪慧的孩子再来一个虚拟语气 如果没有那个的话 我就不会怎么怎么样 是不是 你每一次在笔记上面写的东西都是这个 你就写三行 懂吗 before after it is that 那同学你 你不考 你不考七八分 你这是天理不容 好 来 我们来看看 怎么样去套用 好 然后我给你们讲一下 我给你们讲一个特别重要的点 这个万能套路你自己这个是需要去准备的 就是内容需要去准备的 比如说怎么样去描述一件东西 让我对瑜伽感兴趣 怎么样 我再重复一遍啊 怎么样去描述一件东西 让我对瑜伽感兴趣 怎么样去描述瑜伽帮助了我 降低了我的stress或者是depression 怎么样去描述说 瑜伽帮助了我养成我的习惯 瑜伽帮助了我减肥 懂吗 好 这些套路是固定的 你需要去写出来的 就这个小的一个小卡片一样 东西假装是这样的啊 但是这些小卡片是可以去套不一样的题的 懂了吗 好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人家问你说 一个历史事件 有些人说 老师这个太难了 我实在套不出来 我们不是讲过了吗 我们上来就看最后一问 对吧 为什么这个历史事件非常有意思 然后你就想 老师我觉得这个怎么能跟瑜伽有关呢 我想不出来这个历史事件 哎呀 同学 你可以编嘛 对不对 这件事可以发生在你自己国家 好像原题是发生在你自己国家的 你可以是发生在你自己国家的 如果是说 简单题 就是简单的一个历史 你可以描述发生在印度 对吧 你就是说 你知道吗 我对瑜伽的历史有一段了解 对吧 但是你必须把这个变成特别特别有意思 懂吗 首先对于历史的概念 你要有了解啊 历史就是所有发生在过去的事 历史时期 就是所有发生在过去的事情都叫做历史 那这个就很简单了 我告诉你一个思路啊 你就这样想一说 什么叫彼复 在这个历史之前 在这个历史事件发生之前 好 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这个历史事件发生了 然后之后又发生了事情 帮助人们怎么样了 正是因为这个历史事件 吧吧吧 那就很好编了 你就说比如说五十年前或者是二十年前 有一个非常牛的一个瑜伽老师到中国 然后掀起了一个瑜伽运动 在那个之前中国人都很stress 因为现在生活嘛 大家生活都很stress 或者你还可以再固定点 一个很小的地区 那考官也不知道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瞎编了 懂吗 说你知道吗 很多人都觉得瑜伽是印度来的 不是 这是我的那个故事啊 你们的故事就是这样 说你可能不知道瑜伽这个运动 曾经在中国的历史上 对于一个对于我们hometown的人 你说你自己的hometown嘛 影响特别大 大概是十年前 大家压力都很大 然后呢 有一个很牛的一个印度老师 对吧 到了我们这个地区了 好 before 然后这时候你就套套路了 before 在这个历史事件发生之前 我们这个地区的人都很stress 我们之前讲过吧 什么they feel stressed out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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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在这个老师来了之后 好 我们的人就会怎么样 开始去做瑜伽了 然后每天都是being mindful之类的 然后慢慢的人们的压力 就越来越小了 然后你再说 我觉得这个事件非常有意思 因为正是这个事件 帮助我们去降低了一个 去降低了压力 让人们的生活变得特别特别有意思 而且怎么样呢 你还可以再把它变得更有意思一点 你想这个事件本来就挺扯淡的 对吧 所以它很有意思 你说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这个 然后我们这个村 我们这个小村庄上了电视了 然后呢 中国全国也在慢慢地开始 这个瑜伽的运动 这不就是考官一听 真的挺有意思的 对不对 因为有意思的东西 你记住 所有part two的最后一文 都可以套这个套路 因为我都套过 我考了七次压司 我的part two没有一次 是准备的从头到尾的稿子 但是我准备的都是像 我跟你们说的那样子的 就是一个小卡片 一个小卡片 一个小卡片 重点是说 这个转折的故事 懂吗 上次不是讲了吗 好 下面一个二 一个unforgettable meal 为什么这个meal 对你来说很special special不跟interesting是一样吗 不还是这个吗 好 过去没他之前 怎么怎么样 有了他之后 怎么怎么样 正是因为这个meal 让我怎么怎么样 这个很简单吧 好 为什么special 你套你为什么喜欢瑜伽的例子 不就懂了吗 我告诉你 所有人喜欢你自己兴趣爱好的例子 都是因为别人跟你说了什么 懂吗 或者说你看电视怎么怎么样 或者是说别人跟你分享了一个 你知道吗 我做了这个之后 就对我的生活 有了什么样子的改变 你开始去做的 那很简单 unforgettable meal 你和一个瑜伽老师吃的吗 你说在这个meal之前 瑜伽能帮你什么 要降distress吗 实际上就是你这个爱好的功能 让你的生活怎么样变得更好了 我只知道瑜伽 因为刚好 我为什么觉得这个比较好写 刚好它是 就是meditation的一个part 你们知道吧 因为在学meditation课 好 在这个过去 那你就可以这样说 你说在没有吃饭之前 我生活特别特别stress 一团糟 所有东西都fall apart了 我都不知道 我每天是在干嘛的 但是呢 在这个之后 突然间 就是在吃这顿饭了之后呢 我在吃饭的过程之中 好 他们去跟我讲 我碰到一个瑜伽老师 他就会给我讲 说你知道吗 瑜伽是这样这样这样 可以帮助你降低压力 我就想 要不我也去试一试吧 然后慢慢的 我的生活就变得更好了 正是因为这个事件 帮助我降低了我的压力 让我们变得更mindful了 这个东西是不是 我刚才说的第一个故事 一样吧 好 在没有这个 在没有这个历史事件之前 人都特别傻 都非常stress 然后有了之后 就会怎么怎么样 正是因为这个 让我怎么怎么样 好 下面第三个 好 因为我跟你们套的不一样的 我怕你们说 老师我都不会套 换了一个 换了一个老年人 老年人 你家里面的一个老年人 然后就说 你特别喜欢 doing something with doing something 这很简单 肯定做你自己的爱好嘛 做瑜伽嘛 对于我来说 就是跟我妈一起训练 我真的特讨厌 跟她一起训练 但是这个题 我必须要这样说 我妈 是不是训练时间特别长 没有办法跟她一起训练 而且动作妈 都是错的 大妈怎么练那么多肌肉 我都不知道 好 enjoy doing 所以我妈那个训练的例子 证明那个事实 就是你只要是够坚持 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 其实你的方法是错的 好 enjoy doing something with an old person in your family 你这个时候 可以说什么呀 做瑜伽嘛 你说 但是我看 how often why you enjoy doing it with this person 那这个时候是换了 对吧 要说你为什么特别喜欢 和这个人在一起做 好 那这个时候 你就知道 不可以套我刚才怎么样 就是瑜伽对我影响的事情了 那你是不是要准备 另外一个卡片了 好 准备另外一个 跟瑜伽相关的卡片呢 就是这个瑜伽怎么样做 更有意思 这题讲过没讲过 上次讲过没讲过 上次那个 说我们在street上面 去看到别人 去做一个dancing yoga 对吧 一边跳舞一边做瑜伽 对不对 好 那你就这样说 你说 为什么特别享受 和这个人一起做 因为什么 有来了 没有做之前 我觉得瑜伽是一个 很无聊的东西 虽然我对她比较感兴趣 但我也可以承认 大部分人都对她不感兴趣 因为太无聊了 动作很慢 但是呢 有一天呢 我妈来我们家看我 来我们tour看我了 然后呢 她跟我说 你知道吗 我在家做瑜伽的时候 都可以去跳着舞做的 我就觉得 这是件非常神奇的事 所以我就跟她做了一次 没有想到呢 原来她可以把瑜伽做得这么 so much fun 对吗 然后呢 所以呢 我开始每天和她一起去做瑜伽 早上的时候 正是因为这个经历 让我的早上特别特别productive 因为我每天就可以set up myself pride my mind pride my brain 对吗 然后你就会变特别excited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其实也不是特别难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有两个 关于你自己兴趣爱好的小套路了 然后大部分情况 也就是这两个 我好像还套过一个第三个 我忘了 但你们会总结 大概有三到五个吧 可以说就可以 但是都是跟你的兴趣爱好相关的 懂了吗 好 完成套路讲完了 后边是那个答案了 后边是这个答案的话 有些学生说 说老师 你这个瑜伽要比较了解 那我换了 我给你们套两个 我们再继续套吧 然后你们再看答案啊 我想说 有的学生可能是说football 对吧 有的学生喜欢做运动的 有的学生可能比较喜欢cookie 我们不去套football了 这个比较简单 因为我每天带你们套运动 对吧 bodybuilding什么的 我们套一个cookie吧 你们有的学生是不是喜欢做饭啊 你们怎么都那么贤惠 历史上一个时期 对吧 为什么让我觉得 让我觉得why you find it interesting 为什么让我们说一个历史时期啊 就是关于做饭相关的 这时候你就会想说 刚才我套瑜伽的时候 我是不是跟你说 实际上就讲瑜伽对于我的作用 然后把它变成了瑜伽对于我们村人的作用 刚好这就是历史了 那你就会想做饭这件事情 鸟又来了 讨厌 做饭这件事情对于你的作用是什么 你想 我不喜欢做饭 我都不知道啊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喜欢做饭啊 做饭下次应该跟学生一起录啊 我觉得做饭这件事 让你的生活变得很有意思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你做了一个饭之后 可能是真的不知道 但我感觉 你应该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吧 看别人都吃你做的饭 或者是说呢 从 不好意思 从health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说不好意思 原因是我不想再讲health了 今天我们不是都讲meditation了吗 但是从health的角度来讲的话 如果你如果你自己做饭的话 你会变得更健康 那好了 那就很简单了 你就说我们村是中国北京城市旁边的一个小城市 对吧 好 因为北京的发展呢 很多人都搬到我们村来了 就很多工作的人都搬到我们村来了 但是呢 十年之前就人就开始变多了 但是呢 大家的生活呢 都特别没有规律 因为大部分都是上班的 然后都是在外边吃饭的 好这个时候我们村的那个政府 这个时候你要说 很少有一个人去让你去对做饭感兴趣的 你就说政府开始去鼓励大家 每天去做饭 自己带着去上班 因为这样会更健康一点 那你前面的时候就说 好在这个历史事件之前 大家都不是很健康 都在外面吃比较rush 然后呢 就都比较胖啊什么的 你可以说很奇怪的一件事 就我们村人都特胖 因为大家都是 是中国 就是北京旁边最大的一个 就是工作 一个地区 有很多很多工作的人 然后你说大家都很忙啊 然后不健康 然后你再说政府 在这个历史事件之前 大家都很不健康 在外面吃饭 然后政府发现了这点之后呢 说要提高我们的健康 鼓励我们开始在家做饭 然后呢 去promote 去launch了很多 educational program online的 然后或者是说 有很多campaign啊什么的 这时候不都是 writing part two里 writing task two嘛 上次谁问我留言说 老师那个writing的词 怎么用到这个故事里 不一样用吗 对吧 好 然后呢 你再说 为什么这个很有意思 在这之后果然就零了 慢慢的 大家都开始自己做饭了 你知道吗 然后呢 最后呢 这件事情 你就可以说吸引了媒体的注意 因为现在社会很少有人喜欢做饭 而且我们说每个周末的时候 大家还在一起做做饭 这是一件多好 就多有意思的事 我们还有什么 recipe sharing的一个talk之类的 然后这样的时候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啊 好 接下去 我们再用一个unforgettable meal 这个就很简单了 有一天我妈来看我 好 在没有吃这个饭之前 我一直都在外边吃 吃得不是特别很健康 特别胖 有一天我妈来看我 来我们村来看我 我妈说实在不行了 你太胖了 你开始做饭吧 我说那 那我不是特别喜欢做饭啊 我妈说你看我 这想我特胖 你知道我为什么现在 容光欢发这么瘦了吗 就是因为 我开始自己做饭了 而且很健康 她还给我讲了营养学的知识 告诉我怎么合理搭配 然后她还跟我说 五分钟就可以做好一个早餐 十分钟就可以做好一个午饭 我以前在国内工作的时候 真的是这个效率啊 真的是这样的啊 然后 然后我就开始 然后正是因为这个 然后在这个之后 好 after这个 我就开始自己做饭了 然后我就会发现 我的身材开始变化了 人也会变呢 也没有多多了 然后正是因为这个事件 养成了我这么好的一个习惯 是不是和前面那个一样啊 好 下面的一个 说你为什么 你喜欢跟老年人做的一件事 还是跟我妈在一起吗 然后我妈把做饭这件事情 变得特别有意思了 你想为什么 因为可能是我猜的啊 可能是说我妈知道一些 traditional的 Chinese dishes 这是我不知道的 而且她可以把这些东西的 presentation都特别有意思 你们知道我妈做饭 确实是这样吗 她把那个broccoli放在那个 放在那个cauliflower 放在那个 她把那个shrim prong放在那个cauliflower 放在broccoli的上面 就绿色的配红色的 就那个虾放在那个 绿色的菜花的上面 就看起来特别 特别漂亮的 你们知道吗 我做饭 我就不做饭了现在 但是我也会 怎么样就是 会 如果我做的话 我就是都水煮啊 谁还摆盘啊 有病吧 好 这个就讲完了啊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喜欢cooking cauliflower上面 找一个喜欢cooking的老师 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他们可不可以 搜索这个啊 你可以问一下他的客服啊 好 我讲完了 他们应该出这么一个功能 对不对 我们应该提议一下 好 我讲完了这个了 然后下面是 有两个例题的答案 不讲了 这答案没什么可讲的 因为每一个人的套路 都是不一样的 你会套套路的 不就ok了吗 你可以简单看一下 没有什么难词 比如说我讲历史那个 我就说 before我 比如说有 我这个讲历史 这个稍微有点复杂 就是我看了一个documentary 是关于瑜伽的 在没有看瑜伽之前 我一直都觉得 对吧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这个documentary 给我建讨这个历史了 因为这个确实 我编着有点扯淡了 我当初没有想到 可以讲我们村的历史 你不要变像我这么傻的 我解释呢 在没有看 没有看documentary之前 I never even thought about that 100 years ago it was a very viral practice in China very viral的意思 就是特别特别火爆的一个运动 好 after that I was completely blown away by how popular it was 100 years ago 但是呢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这个东西就是会震惊了我 be blown away 就是一下把我吓到了 有点这个意思 或者你可以说 你说在描述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说 描述你那个瑜伽的故事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说 你说 after by hearing this story you must be blown away by how popular it was in it was in China about 20 years ago 或者说 it is in China in my hometown 也就是这个东西 是这个考官都没有想到的 所以你说 来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听完之后 你肯定会 觉得特别特别难以置信 瑜伽原来在我们那个小村庄 变得这么流行了 对吧 好 后面有一些具体的描述 然后这个unforgetable meal 这个我就会讲是说 before这个meal 我就特别stressed 对吧 我写的是 the competition prep was very stressful strict diet 我加了很多具体的东西 你们不需要写这个 然后after the show I didn't know why I had tortured myself that much 这个你可以学toucher的意思 就是你特别 就是折磨你自己 对吧 然后后面的时候 I felt lost 这个你都可以加 放在瑜伽里面的 但如果你喜欢别的 你不要去学这些词 对你没有任何用处 就是I felt lost 就是我觉得特别迷茫 迷失了自己 好 I had so many thoughts about my life 对我对于我的生活 有很多什么质疑 之类的 然后这个时候 我说 during the dinner the host said she was currently a yogi 然后他就会给我讲 那些meditation的事情 然后说 she took time to listen to my confusions and worries 这些你都不需要去学 这个你可以去学 but it was that question 我说有一个question stumped me 把我吓到了 就是让我去震惊了一下 什么question 但是正是这个question is bad 我去rethink my approach toward life 因为他问我一个问题说 do I really need a meaningful goal 我真的需要一个 meaningful goal吗 好 这个时候让我去改变 让我去focus in the present moment 这个词你可以去记 这不是我们天天聊吗 focus in the present moment letting go of attachment to the goals 对吧 好 这些课讲完 重点是前面那个 后面聊天的这个词组 记两三个就可以了 不需要记的 因为你们有自己的一套词组 挺好 除非你也喜欢瑜伽 你才去学我这个词组的 我是给学生写的 快点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一个兴趣爱好 你不会编答案的 给我留言 下礼拜用你们那个去编答案 好吧 好 我们这节课就全部都讲完了 这节课特重要 你们都知道懂的 实际上都是套路 好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 我刚才讲的那些 所有的知识 如果你不会的 比如说 就是多样性 或者那些词组 你不是特别会的 你们都应该知道 我课程比较有效 就是靠我那些 160预测题 还有50个ABC词组 对吧 那些词组呢 就是你要去关注 我的微信公众号 亚斯林 注册7天的免费课 学习5是怎么样 16天考到写作7分的 就试试啊 试试试试 然后呢 这是网络课 任何时间地点 全部都是可以收看的 然后我们就是 每周末的时候 全部把这些课都开了 但是如果不是周末的时候 第一节课 那特别干的干货 50组ABC 10组的讲解 后面就是本一季度的预测 我现在要出7月份的预测了 要不然咱们这周末聊一下 可以做一个直播课啊 然后呢 复费课的时候 是可以帮你 两个月之内考到7分的 然后比如说 它会有 就是刚才讲解的那些知识点 都是在复费课程里面 就会跟你讲 这是九类啊 Task2的模板句 然后有一百多个预测题目 就刚才给你们看了个页面嘛 这些预测题目的 具体的ABC次组 就是我们的ABC 会和免费课ABC 有点不一样 复费课ABC就是有题目 你们会看到 下面答案是成句的 然后每一个答案里面 都有大概五六种 七点五分以上的高分结构 所以这样子的话 特别好理解 实际上就是刷题目 对吧 好 然后我们这边 VIP作文批改课 就会把一些 off topic的sentence 全部都会给你pick up出来 而且做 特别特别具体的解释 比如说 again this topic sentence is incorrect you need to writ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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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告诉你 为什么这个错了 就写的特别具体 然后呢 我们独家的语法总结表格 是分类表格 帮你的所有的语法错误 不是所有的 重点语法错误 去分类总结 比如说 你可能诸位一字错 词性错 这些全部都是影响你 考到七分的 重点的语法错误 你这个表 外教每次都给你填的话 你每次都到不了期 很有可能 好 下面有G类的task1 和A类的task1 所以你们不要慌张 我是有task1的 然后呢 邀请付费课程的话 在关注微信公众号 回复付费课程就可以了 看几个result 我们做一些新的学生 就是很多学生 就不会选课 简单说一下 如果你基础一般 每天两到三个小时学的话 两个月的时间 从6.5考到7.5分 这是中国大陆的学生 如果你基础好的话 就每天两个小时 16天 16天 然后他是从6.5考到的一个七分 是在英国 所以基础比较好嘛 如果你是拖产 这个大陆的学生 来我们家清卖拖产 就是一个月考到写作七分 你可以拖产 每天复习时间 是8到10个小时 然后就是具体的一些 然后就没有什么了 然后如果你们对课程感兴趣的话 关注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就像这样子的一样了 然后就像这样子的一样了 然后就像这样子的一样了